大家好,歡迎大家來到閃馬田賽馬的集作 今天是2022年9月30日星期五 拍片的時間大約晚上7時 今天是出隔夜飛的日子 自然有到賠率第二擊的時間 為大家在早飛的階段 捕捉操盤手以及大戶對明天賽事的看法 幫大家捕捉頭駐線機趨吉避控 這次的飛數有部分場合很亂局 小部分兩三隻馬是比較突出的 外圍和大戶也有些冷門跟進 可以跟大家高虎一次 另外馬圈消息是有關田泰安和莫雷拉的決陣之後 其他騎士的看法 其中有一位接受報紙的訪問 認為自己會多了些機會 在國慶盃他認為自己的馬也是看好的 可以跟大家分享 之前都是簡單提提大家 希望你們訂閱小鈴鐺的頻道 按鈴鐺 再支持閃馬田去片的第二頻道 謝謝 首先說到莫雷拉和潘頓 我不知道哪裏看回來 又有人說 潘頓說莫雷拉雙出之後 騎士室充滿了笑聲 我真的聽過有這樣的說法 但是我看潘頓的Instagram 看他的Twitter 完全沒有 那又說有沒有朋友可以在某些報道 專訪裡面看到潘頓說過這句話 可以告訴我小弟 因為以我的認識裡面 以我所知道 潘頓和莫雷拉本身就不算是很好的朋友 但見到面是會打招呼 會聊兩句 大家當是點頭之交也好 普通的當是同事那種關係也好 就不是那種說 雙方勢不兩立 面左左 完全沒有這回事 我不知道哪裏傳回來 又是那些空如來風 如果真的有說過 大家可以告訴我 說實 我也想看看 反而說真的 對於田泰安和莫雷拉抉陣 真的感到自己會突然多了機會 會感到開心一點 那個人就是嘉莉 嘉莉接受《南華早報》的專訪 說到現在跑馬 可能在香港現在的拆騎會比較容易 這個常理 沒有了兩個高手 這些實力馬就自然分散 但是差在去不去到你那裏 譬如說沒有了莫雷拉和田泰安 有些人就說 不用補充騎師 抵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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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抵 那些小部分的華張都是沒有馬騎 不夠騎師都不會用你的 這個之前說過 那嘉莉 這次就是有些馬滴漏了 下去那裏 那裏 如果看回 譬如說 記者寫回嘉莉 來香港的經歷 是有很多波折的 首先他來香港就是疫情比較嚴重的時候 三個禮拜先隔離 隔離之後都要賽馬氣泡 但是一上陣就立即贏馬了 誰知道以為很好 來到香港立即贏會順 好景不償 跑完兩次馬之後 就在市集那裏墮馬 你說跑馬的時候墮馬也有些價值 他在市集那裏落了樓 就短了一些鞭骨 結果就自動要停賽兩個月 那麼他在醫院就睡了兩個星期 而這段時間他的家人都仍然在澳洲 那麼他自己都說 在康復期間感到很寂寞 孤獨 孤瀾 說真的 這個時候也有些傳說 就說他會離開 估他會離開 其實都很合常理的 因為你的家人也在澳洲 你要休息那麼久 不如算數吧 但是他沒有算數 他堅持要留在香港 結果他都順利復出 季瀾又再贏八場 他這次公了星期三開了齋 他一直是操馬很勤力的騎士 經常在神操表見他 為自己跑的馬就操 有些不是他自己跑的都操 有些騎士不是經常見到的 但是嘉莉很明顯是操馬很勤力 他形容今季的情況 現在沒有了兩個騎士 情況就好像保安換奸 他都覺得今季不是那麼容易 上季苦戰才贏得那幾場 但是現在少了兩個人 好像真的機會會多了 其實他是多了顯心星 一會兒都有一隻 本來是莫雷拉跑 變成他跑的 顯心星本來是田泰安 田泰安之後變成他騎士 這個未必是最重要可以值得說的 最值得說的是 原來嘉莉是豁了出去 他一定留在香港 為什麼呢 原來他家人之前說在澳洲 他養傷的時候 只有他一個 現在全部都來香港了 他太太來了 兩個女兒都來了香港 還回學 他太太就說想在香港玩一下騎馬 原來他太太也是喜歡騎馬那種人 他認為有家人來到香港 就會令到他的生活變得容易了很多 所謂的生活容易了 就是呼應他剛才所說 為什麼會容易了呢 不是因為純粹是莫雷拉和田泰安相出 而是說多了家人的支持 令到他在香港的生活 比較有動力 就容易了 顯心星本來是田泰安 剛才說過 但是他不能騎 輾轉就去了嘉莉手上 他這樣很開心 原來是方家柏打給他的 就是說沒有人幫幫忙 他表示 之前聚裁就是他來香港騎過最好的馬 現在就一定是顯心星 說到顯心星順帶一提 方家柏就說 將會有意派顯心星的遠征 另外今次也會出的喜旺區 應該是跑四歲系列的那些 都是這個情理之內 至於還有一隻是莫雷拉 本來是莫雷拉的座騎 變成他跑深水清的觀眾都知道是哪一隻 不過我現在就不說字 等待出賠率表時候再跟大家說 事不宜遲 就去到各場更新的賠率 首先就說回這個 列馬斯王 這個就是6.55分更新的 那 羅庫泉就是一面倒的了 19元大熱的了 其實都合理的 因為他有很多熱門的 他有會贏 發財先鋒 同聲同氣 包剪 很叫飛 但是又是那一句 是不是真的開他呢 其實是未必的 很多朋友已經留意到 說 列馬斯王經常開二號 喂 但是今次這個二號 大家會不會買 蘇惠賢二號 哈哈 我有點奇怪了 是不是他的手馬很厲害呢 有些馬我們看不到 原來很厲害 很厲害 綠色有料 是不是正在贏 還有其他的 騰飛塔 那些是否會幫他多一win 不知道了 但是很有異動 蘇惠賢二號 那些都是8倍 8.5倍 蘇惠賢又8倍 你沒得比 那些有兩隻大熱 兩隻很熱的馬 罪財不是大熱 東方飛已經是大熱 還有其他幾隻 那些全部 肥仔聰聰的叫飛 都8.5倍 那是不是比蘇惠賢很多呢 還是說蘇惠賢有些馬 我們看不到 馬會方面 真的不得而知 如果我說薄的話 是方家柏 另外還有一隻超能勇士 今次最熱 是這隻方家柏 多好 就是加利奇 那其他的 那其他的 蓮馬斯 就比較發線觸塵一些 你還博不博業楚行 是吧 嚴滿輝 可能也有些機會 這樣 不計羅富全 就很混亂 那我唯一覺得蘇惠賢 真的不知道為什麼 我就這樣看 就不覺得他機會很大 開了二號 那去到這個騎師王方面 這次潘頓的賠率 就硬正過星期三很多 星期三 他出足百場 都是只有3.5倍的 那這次他騎不足的 反為蔡明紹 啊 希威森那些騎 那他只有18元而已 那就硬正很多 對板很多 所以就開潘頓的機會 會比星期三大 那如果真的要搏一些 其他好分一點的騎師 我想巴道都可以試一下 那他的手風都開始轉順了 有松草成名在 喂 那段故松草成名有分 那你其他看看 可不可以打多一兩V 就挑戰一下 那再講其他 就可能是要講到希威森 有沒有些機會啊 啊 何宅耀等等 這些 那都是很邊線的 那潘頓 下騎師是巴道 那就估計這兩個比較高一點 蔡明紹 可能他也有十場 比較多馬叫飛 但是我看他也不是真的 機會那麼大 突出 即是是會贏還是會贏 那樣東西 那我不知道了 明天看看會下飛 就會贏了 好 接著呢 去到各場的賠率 這個也是6.50分左右 cap出來的賠率 左手邊黃黃底息 就是英倫方面的參考賠率 右手邊綠綠底息 就是外圍方面的信心指數 win和pay就是馬會網 就是6.50分 所抄出來的賠率 事不宜遲看頭場 頭場 大二門是10號 非凡魅力 這隻以飛數來說 是對版的 半冷門 有隻都算多飛 7號馬主征輝 他那個79是強的 在他旁邊的 6號劍列風 就完全沒有飛 這個比較特別 4號的接報 亦都在今場裡面稍弱 另外3號冠軍明區 有少少 第一場 似乎10號 信心大 第2場 大二門 是5號 超能勇士 這隻本來是莫雷拉 操開 大家有看排位 第一擊我都說了 現在變成加里跑 看看他會否把握到機會 外圍飛數很強 全日其中一隻比較強 跟重草成名的指數差不多 但是英倫就當他沒有到 十幾倍參考的 他們喜歡2號不可擋 和4號未列一丁 英倫方面 看翻版 除此之外 6號的炒弱 年利福將 11號萬里飛至 都是英倫方面比較弱 外圍就不算很弱 好 去到第三場 大二門7號 同聲同氣 英倫是很強的 特別是1號 給他邪洞去提醒自己 是補出來的 原本是那隻 那隻也是叫飛的 那隻應該是超什麼 一刻不記得 不好意思 超跑得 那隻本來是大熱來的 所以英倫方面的參考倍率 全部都高了 在英倫方面 同聲同氣 算是很有信心的 在英倫方面 除此之外 就看2號的美麗笑聲 和10號前多多 這些是外圍方面 看重的 而5號成功財富 相對來說 現在香港只有10倍 英倫和外圍方面 都是一般的 好了 去到第四場 香港 香港沒有大熱 我簡直覺得 最熱的7倍 你叫什麼大熱 就是非常平均 但是英倫和外圍 都不是看得這麼平均 他們都有些大熱 英倫覺得 擅長萬里好一點 外圍也是有擅長萬里的 另外 有兩隻冷碗 1號韓洪 和3號皮具先鋒 這兩隻都以十幾倍的馬來講 是很重飛的 這兩隻可以留意一下 去到第五場 第五場 英倫略為 看好4-6的包剪凸和總觀笑 外圍就完全沒有什麼方向 也沒有什麼早飛 金將飛凡高一點 你說這場要拆解到 其他的趨勢就沒有了 因為很平均 去到第六場 英倫是4-5勺強 這兩隻都是香港有飛的 運高八斗和綠色有料 而2號肥仔聖聖 就在英倫方面是極弱的 一賠十幾的參考倍率 但是外圍就叫做有D 也當它可以叫做弱的 但是整體來說 外圍也沒有什麼特別的方向 有10號齊天大勝 叫做半冷有的早飛 也可以留意的 另外第七場 第七場大日本是重草成名 85的指數 英倫也是強 相當對版 相對來說 4號的聚財 以現在香港的賠率 就跟8號重草成名差不多 但是外圍沒有8號這麼高 我估計明天重草成名 都是18-9元 聚財就上分到4倍 或者以上才合理 冷門來說 1號顯深星有支持 加利 看看這隻會有些辦法 按照他三甲都有機會 但是外圍重磅 當然不夠那些鹿 對不對 去到第八場 大熱門1號 東風飛已經來了 對版 反為4號的色贏 我猜他會熱 但是外面不是很熱 外圍的外圍 外圍飛數不多 英倫也是普普通通 香港就5倍 看看明天會下些飛 但是如果這樣明天 未必會下飛 除此之外 外圍有一隻 是7號的大財 這隻半艦門 有一點支持 這個7-9 英倫來說 4號比較好 但是也不算太好 去到第九場 一致略為看好那隻1號 發財先鋒 可能也當這隻 是扶手棍的性質 他是難贏的 而外圍另外一隻 有飛半艦門 是11號的合夥精英 這隻都大家可以留意 除此之外 9號 一先生可以解釋為偏弱 因為1號發財先鋒 指數是這樣的 他的指數是這樣的 大家香港賠率差不多 甚至他的位置比較熱 似乎就好像喜歡一多些 除此之外 英倫有隻艦門3號 快益善 似乎看好那兩隻益善 兩隻同主 而7號的保羅城泉 10號的益善就稍弱了 去到尾場 大業門1號 暫時是煽路之聲 這隻外面是弱的 弱的大業 我也不明白為何是煽路之聲 當然這場很均勢 外圍來說 又有兩隻冷野 4號確妙升 13號大勢之庫 我也覺得這兩隻應該可以熱一點 但現在在香港就很訓 英倫喜歡10號閃得快 真的不知為何 這些有飛馬都是冷門 如果以熱門來說 叫做沒有飛的馬 這隻我也不知道為何會有隔夜飛 10號起勝威龍 照計這隻馬應該還未好 外面真的看淡了 看看明天會不會回飛 應該不是熱門馬 這場這麼多馬可以叫飛 有排都未輪到這10號 以上就是各場的飛數啟示 最後也簡單提提大家 小弟已經有會員的Patreon Youtube會員也有連費計劃 也有縱馬聊天室 歡迎大家課金支持 除此之外 大家可以給like、comment、share小弟的影片 多謝大家收看閃馬田賽馬集作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